据媒体报道 江泰旭和凯文里发生冲突 凯文里头部受到重击 因而死亡 因杀人入罪19年 才重获自由的何明宇 向警方共称 自己杀了凯文里 然而江南警察局的江基俊组长 却是难以置信 何明宇称自己是委托他人动手 杀害凯文里 最后何明宇留给江泰旭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 一定要守护惠兰到最后 这就是你要受到的惩罚 不过这结局让不少观众不满 只说要弃刀骗给编剧 也弃骂 浪费了前面15集的漂亮铺陈 非凡娱乐整理吧到